在这个世界上有一门知识 我称它为 不是心理学的心理学 那到底这是一门怎么样的知识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Stanley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还记得以前小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子 在学校当老师叫我写关于我的志愿的时候呢 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志愿 没有什么梦想 目标等等之类的东西 我也没有去想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的 那个时候每年新年的时候 我和我的家人都会去看电影 那个时候 时常会上演成龙的戏 多数都是以警察故事为题材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校就直接写我的志愿是警察 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随便写而已 只是敷衍而已 其实我的脑海里是根本没有任何的想法的 之后到了中学的时候 我慢慢开始想要走出这一个内向的舒适圈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开始自学弹吉他 并且我还自学如何创作歌曲 那个时候呢 我还找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呢 一起去参加创作歌曲比赛 那当然最后只拿了安慰奖 然后我在学校呢还参加了文化学会 并且尝试参与他们举办的舞台剧表演 那么当然男主角也不是我 那么毕业之后呢 我还是继续寻找提升自我的知识 我开始听陈安芝老师的成功学 我说哇还有什么障碍赶快给我吧 全部都给我让我来挑战人生 结果你知道发现什么事情吗 几年后我已经越来越成功了 然后我去圣地亚哥参加安东勒兵的理财特程 结果我一住进酒店 住到我的房间窗帘一拉 各位你知道户外我发现了什么东西吗 电线杆 发现了五根电线杆 我一想这个跟理财有啥关系啊 当天晚上一开课 安东勒兵讲想要获得财富自由的人 就要理财 想要理财的人就会有风险 我一听我明白什么意思吧 他要所有参加理财课程呢 也去爬开冒险 各位有没有听到吗 从中呢我认识到了陈安芝老师 德老师叫做安东尼罗宾 我也开始去寻找安东尼罗宾的资料来学习 也买了安东尼罗宾的书来阅读 他说人之后再误会 那是全都掉了 一天的一年努力 我 Job彦分离了 我就被剃口底下 我讲过了一天的发言 我说过了一天晚上 也把我挤了三个位置 那是三个位置 而把慎草 Ala 藥消财 我把我认为了自己的心理 我的心理是谁我认为 你所见的 我的心思想是我的心 是被比较和拥有的 钱是中间的我们的社会 是一个解惧的 是一个问题的 我能有一个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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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我能有关的利用 你不能抢抢的抢的抢 我能有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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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I know it would pain her tremendously that she got this money by my not being here but I know what will pain her a hell of a lot more if she doesn't have her money I will not let you be this selfish because the guilt that she will have when you're gone that you believe that nothing mattered but money and that she wasn't able to get across to you that she really loved you will destroy her life and everyone she cares about and if you're going to be that selfish I got to protect her from you well I don't give you permission to do that well I don't really think you have any authority over me and imagine that you could turn it all around in one day if I lost all my assets but I didn't have obligations to other people I know and you know what would happen then you would not grow to become the man you're about to become Anthony Robbins in a live uncut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film conquering overwhelming loss anthony Robbins in a live uncut personal transformation film 那么从中呢我就开始认识了一门知识 叫做NLP 中文叫做神经语言程式学 也有人称它为身心语言程式学 我记得有一年我开始上网寻找 到底哪里有的上课去学习这门知识NLP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位于槟城的一家培训机构 是由我的NLP启蒙老师 谭老师来教学的 我去听了他的preview之后呢 我真的很想报名 但是又没有钱 回家睡又睡不好 搬来不去的 脑海里一直想 NLP 当时我的父母看我那么想要提升自己 让我报名了NLP这个课程 也学习了这一门NLP知识 为什么我会说NLP是一个不是心理学的心理学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像心理学 但是他又不是心理学 他也不被心理学家所认同的一门知识 当然以前NLP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 他们是不认同的 那么至今已经慢慢的有在流行着了 这我就不知道到底他们有没有认同 那么据我所知 心理学跟NLP 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那就是在心理学有一个理念 那就是每个人都有心理问题 而NLP又有另外一个理念 那就是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正面的动机 当然我要强调一下 虽然他们都有不同的理念 但是我并不是说谁对谁错 或者哪一门知识是最好的 因为知识是学不完的 正所谓学海乌鸦 就像学功夫一样 不是咏春厉害 也不是空手道厉害 而是学习功夫的 这个人有没有把自己变得很厉害 所以不管是心理学 或是不是心理学的心理学 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不管是黑猫还是白猫 只要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那么更多关于NLP的话题呢 我们下一次再聊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 请你们帮忙订阅一下 然后并且打开小铃铛 也请你们帮忙按赞与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